唱 念 做 打 这场精彩的京剧表演 是由梅派艺术掌门人 梅宝九带领的北京京剧团 于8月27日 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 呈现给美国观众的 为纪念京剧大师梅兰芳诞辰120周年 此次巡演剧目 包括梅华湘韵和穆桂英挂帅 展演沿着梅兰芳大师 上个世纪世界巡演的足迹 还途经纽约 此次演出包括46名表演者 和40多名乐师 同时精致的道具和华丽的服装 也是一大看点 全部都是崭新的服装 那么舞台上呈现的服装 应该是超级的华丽 是的 人们甚至依稀 可以看到20世纪 京剧鼎盛时期的辉煌景象 然而 就像一些其他的 传统艺术形式一样 京剧也逐渐失去了 它对年轻观众的吸引力 美国姑娘爱丽莎威尔逊 2009年在中国留学 她说 中国的年轻人 更喜欢国外的文化 比如现代电影 流行音乐 近年来 中国政府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发展投入增多 而在这样的潮流下 南旦作为京剧一个重要的表演样式 却面临别样的挑战 这一次呢 我也是唯一的一个男旦传人来到这里 我想呢 因为一个男旦来 作为一个京剧 就是艺术的传承 真的是太难了 1949年以后 中国京剧的女性角色 大部分改由女性扮演 而在过去50年里 胡文革是媒派 唯一一位男旦传人 而且现在我们女孩子们学的 都是男旦传下来的艺术嘛 这你不可否认嘛 我父亲的梅兰芳 他更在 叫潜淡嘛 潜空嘛 让他完整地传承下来 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没有必要 现在让更多的人 还坚持这么做 男旦在文革期间 完全从舞台上绝技 而梅兰芳生前 一直致力于弘扬这种艺术样式 如今 京剧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男旦也悄悄回归世界的舞台 BOA卫视思琪 西西 华盛顿采访报道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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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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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